2952章 有效 2952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 习近平 赞成 2952票 宣读完毕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所有让您听到前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齐小天 在节目开始前 希望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让这些前外的声音 重复得更远 谢谢大家 昨天晚上 全球的目光都紧盯着 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过程 与选前的压抑胶着不同 整个计票过程 几乎毫无悬念地 选出了美国第47届总统 美中时间凌晨2点半 特朗普发表胜选演讲 在参议院方面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 已经夺得三个席位 共计52席 超过半数 也就是说 共和党重新掌控参议院 目前在众议院的争夺中 民主党获得180席 共和党获得198席暂时领先 根据目前的趋势 共和党同览总统 参众两院的几率非常高 面对特朗普的强势回归 世界各国的元首和政治人物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谁是第一个向特朗普道贺的国家元首呢 在特朗普宣布胜选一个小时前的美中时间1点35分 中美洲北部国家萨尔瓦多的总统布克尔 却在推特上贴出一张过去与特朗普的握手照 并配文恭祝特朗普当选 他的推文写道 祝贺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愿上帝保佑并引导您 2点56分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推说 亲爱的唐纳德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特朗普 恭喜历史上最伟大的付出 您历史性的重返白宫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开始 也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 做出了强有力的重新承诺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特朗普宣布胜选后的美中时间3点06分发推说 祝贺特朗普先生在选举中 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 我记得今年9月 我们与特朗普总统的精彩会晤 当时我们详细讨论了 乌克兰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胜利计划 以及如何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泽连斯基接着说 我赞赏特朗普总统致力于 在全球事务中采取与实力求和平的做法 这正是能够切实让乌克兰 更接近实现公正和平的原则 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付出行动 我们期待在特朗普总统果断领导下 美国迎来一个强大的时代 我们依靠美国两党继续对乌克兰 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两分钟后 发推向特朗普祝贺 推文写道 祝贺你 总统特朗普先生 我们准备好像四年前一样共同努力 秉持你我的信念 怀着尊重的雄心 为了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十分钟后 印度总理莫迪发推说 特朗普 我的朋友 衷心祝贺您取得历史性选举胜利 在您巩固上一届任期的成功之际 我期待着继续我们的合作 进一步加强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帮关系 让我们共同努力 造福人民 促进全球和平 稳定与繁荣 3点14分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发推说 我仅代表我本人和意大利政府 向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意大利和美国是姐妹国家 有着不可动摇的联盟 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悠久的友谊 这是一种战略联系 我相信我们现在将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 干得好 总统 凌晨3点21分 英国首相发推说 祝贺特朗普当选总统取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 我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与您合作 今天早晨6点25分 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推说 诚挚恭喜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胜选 我有信心 台美之间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 建立在共享的价值与利益之上 将继续扮演区域稳定的基石 并且为双方全体国人带来更昌盛的经济繁荣 在推特上还有很多的元首和政要 都纷纷祝贺特朗普回归白宫 当然 习近平并不在列 因为他没有推特账号 如果他想向特朗普表达祝贺 他会怎么说呢 请有才的网友们为他编写一条推特 把他放到评论区里分享 前几天 有海外媒体说 习近平的刺激经济大招到底是火箭筒 还是毛毛雨 取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如果特朗普上台 大概率会提高关税 那么习近平的大水慢关式刺激政策 会超过十万亿 现在 特朗普当选 习近平画的这个大饼 似乎要跳票了 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魏玲玲 根据他获得的内幕消息做出了报道 报道说 鉴于有关中国政府将如何采取刺激措施 提振经济的细节很少 一些投资者猜测 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促使中国政府 祭出市场期待的大招 据参与政策讨论的人士透露 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 中国政府不会出大招 至少今年不会 中国一次重要的人大常委会会议 推迟到本周举行 一度燃起人们对中国将采取更大胆 刺激措施的希望 一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 这一表明 习近平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出炉 以便调整他的刺激计划 尤其是在誓言对中国商品 全面加张关税的特朗普 看似将重返白宫的情况下 参与政策讨论的人士表示 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推迟召开 是由于一些与会者的日程安排问题 他们表示 虽然美国未来四年对华政策 可能会影响中国的经济轨迹 但中国政府今年剩余时间 刺激方案的关键内容已经确定 该方案指代在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获得正式批准 但这些人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讨论 美国大选可能将如何影响 中国的市场情绪 他们说 中国政府计划 在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结束后 发出信号 表明将出台更多支持经济增长的措施 并且可以根据对中国经济风险的评估 来扩大一系列渐进措施的规模 这些人举例说 如果特朗普赢得选举 并履行其加征关税的承诺 中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增加在高端制造业 以及习近平领导层认为 对本国竞争力至关重要的 其他项目上的支出 来提振政府所说的国内有效需求 华尔街日报继续报道说 这可能进一步激怒西方国家 这些国家已在艰难应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面扩张 中国的政策已导致市场上充斥着低成本电动汽车 和其他中国产品 一些政府顾问私下承认 中国政府本可以就其希望通过新刺激计划实现的目标 传递出更详细更协调的信息 他们表示 如果信息更清晰 市场就不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波动 中国政府计划在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内 公布更多刺激措施 但美国大选结果 也可能抢走中国政府宣布刺激计划的风投 导致习近平无法获得其寻求的股市信任投票 对投资者来说 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也可能令中国刺激计划的潜在有效性变得扑朔迷离 中国针对美国大选结果采取的任何措施 可能都相当有限 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预测 以政府借款衡量 未来几年 中国政府对国内经济的整体财政支持 将相当于GDP的2%到3% 陆挺称 如果特朗普获胜 这一比例可能接近3% 而如果哈利斯胜出 这一比例可能接近2% 魏玲玲的这篇文章 给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发大招的投资者和中国百姓 泼了一盆冷水 在这次靠政府有关部门不停地吹气球 画大饼支撑的所谓的A股风牛 慢牛 因为习近平的颇天刺激计划的爽约 让深深套牢的散户们 很难有好心情过这个年了 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 让我们从前列网民拍摄的设媒视频 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李老师发队说 11月3日 广东东莞 交警和一名身着辅警制服的男子 发生肢体冲突 期间 交警用辣椒水喷制服男 而制服男则挥棍挥机 对这网友 这位北漂博主通过观察这一年 他加重了失业人数数量 来反映出中国经济困境的发展 以及对百姓的影响 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家的失业人员 从今年5月份的第一个 到了今年11月份 已经变成了四个 第四个 已经失业了四名人员 我就想知道 大家就是今年找工作的 有没有什么 想法 我们来北漂 发现漂着漂着 都是失业了 这什么情况呢 对吧 挺好奇的啊 翻墙出来的网友评论 我前同事广告行业4A 本来也是月入几万的 失业一年半了 还有好几个 也是中年失业 毕竟35以后都该优化嘛 应解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都是谁在维持就业率呢 上期节目我们看到了一位小企业家被远洋捕牢 但是远洋捕牢的现象不仅是针对民营企业 普通中产家庭也会被打击 这是远洋捕牢市办案进一步扩大化的迹象 这位女士在一个实名举报的视频中 讲述了她收藏手表的丈夫 把手表卖了之后 被湖北警方以电信诈骗的罪名远洋捕牢 卖个手表 我被扣押了40万 这块手表是我丈夫在2022年12月通过嫌疑 联系我们绍兴科桥当地的一个人买的 当时这块表的售价是42万 有徐步天的一个检测报告 我们在绍兴科桥的当当名表 进行鉴定和交易的 这一块表是我丈夫在2024年6月18号出售的 因为我们家近段时间生意不好 没有资金周转 我自己也刚刚生了二宝 二宝出生之后感染了百日咳 一直都在医院里面 我们因为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无奈之下才想着把手表卖了 这种大部分都是当面交易 买家联系我们在我们小区门口进行的交易 他叫了两个朋友来 说是鉴定手表的鉴定师 小区门口的交易录像视频都有 鉴定完手表以后 他们就打钱给我 然后就拿着我们的手表走了 谁知道我丈夫刚卖掉手表 晚上我丈夫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 我们也是一头雾水的问了银行 银行说两天以后会解冻 结果没想到两天以后 等来的却是湖北实验室冬月分局的帽子叔叔 我丈夫也是一头雾水 被湖北实验室冬月分局的帽子叔叔 带进了我们绍兴当地的所里 然后湖北实验室的帽子叔叔出来了 他说我们这笔收到的钱 也就是我们卖手表的40万 是他们湖北实验室当地的一笔设渣资金 现在有刑居证 而且我丈夫已经被整成网桃了 就因为卖手表收到了一笔设渣资金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 我都快哭出来了 感觉天都要塌了 我们都是老实人 本分的做生意 赚的钱也都是辛苦钱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变成这样呢 后来湖北省实验室的帽子叔叔 让我凑40万转给他们当地的 湖北省实验室的冬月分局 说是扣押金 他们还说 如果我老公收款的那张卡里的钱 他们拿走的话 他们当地所里的丈夫也会有风险 所以他们让我尽快的凑40万 给他们扣押 当天晚上我就转给他们了 我只想我的丈夫能够平安出来而已 转完钱 当天晚上我老公就出来了 我们只是单纯的卖个手表 补贴家用而已 现在手表也没了 钱也被扣押了 第二天我和我的公公以及我的丈夫 去了我们绍兴当地的手里 我们想报案 但是我们当地的手里说 这是正常交易 卖了手表也拿了钱 不符合报案程序 还说给我们开不与立案的证明 今天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140天 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是怎么度过的 我丈夫因为焦虑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每天都在担惊受怕 我们只是正常的买卖东西而已 所有的证据资料 我们都已经完整的提交了 我们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要不是无处发声 我也不会来抖音 网友评论 这种平头老百姓 真的太容易捕捞了 要是各业 还有当地的纳税考虑 这种就是随便弄 在美国总统大选出来结果之前 总有一个疑问 习近平更喜欢川普 还是哈里斯 他在这次总统大选中 到底会做些什么小动作来干涉这次历史性大选 美国国际关系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 旗下研究虚假信息的机构 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的一份调查报告 给出了答案 报告说 中国似乎没有中意的总统候选人 这很可能是因为 两位候选人都被视为反华人士 一位评论员形容这种选择 就像在两碗毒药中挑选一碗一样 相反中国的秘密影响力主要集中在 诋毁其认为特别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特定中下层政治人物上 例如 推特上与中共有关的账户 指责国会议员Michael McCall 进行内幕交易和以权谋私 McCall同时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中国行动小组主席 该组建议采取400多项政策行动来遏制中共的利益 McCall还访问过台湾 并一直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主要支持者 中国对下层选举的关注反映出 中国已经意识到美国政治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难以动摇 因为美国两党已基本达成共识 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 因此 中国开始关注更有针对性的影响活动 包括在联邦以下层面 以及通过统战部和中国大使馆部署更传统的线下影响模式 中共机构还冒充真正的美国人 利用分裂性社会问题来创造混乱 中共实体越来越多地假扮成真实的美国人 参与辩论并利用分裂性社会问题挑起紧张局势 早在2022年就有证据表明 中共已开始注重影响美国的这次选举 当时与中共有联系的实体试图干涉某些国会选举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1年的一份报告 中共曾权衡是否干预2020年大选 但最终决定不干预 因为他们认为干预的后果过于严重 报告继续说 微软的威胁分析中心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联系的垃圾伪装组织 假扮成美国选民 在涉及国内政治分歧问题 例如美国南部边境政策 俄乌冲突和哈以冲突的帖子上征求评论 与垃圾伪装网络组织有关联的其他账户 则冒充特朗普的支持者 并围绕大选煽动阴谋论 包括声称2024年大选将被窃取 鉴于中国针对美国的影响力行动的主要目的 是制造混乱和利用社会分裂 我们可以预见 这些努力在大选后时期仍将继续 中国的宣传人员和行动者 还被告知要研究和执行 对有影响力的人的使用 以了解如何为内容获取观点 这包括指导他们 从基于叙事或文字的策略转向短视频 中共宣传官员认为 这些策略对于增强中共信息的吸引力非常重要 例如2023年7月 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 揭露了一家中国公关公司 通过第三方自由职业者招聘网站 帮助资助了美国的两次线下抗议活动 并运营了一个旨在传播亲中信息的 不真实通讯社网络 在中共的海外宣传工作中 海外网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支持海外网红的工作室的发展 以培养亲共的外国的有影响力者 制作亲中国的信息 吸引当地通常是年轻的受众 文章继续说 2023年8月 Meta公司发布了一份 关于清除与中国有关联账号的报告 其中概述了该公司发现的一个多产影响网络 该网络在50多个不同平台上 散布着数千个账号 这种多样化也反映在中国 对2024年大选的网络影响力上 中国正在玩一场更长期的游戏 其目标是长期削弱对民主机构的信任 而不是对选举基础设施造成更严重的威胁 或直接影响投票行为 根据中国的认知战争理念 从内部瓦解敌人 影响他们的战斗意志 是信息运动和影响力活动的关键目标 习近平不站队任何一个候选人 因为他知道 把中国看作最大威胁 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更是最大民意 不论谁当总统 都不能违反民意 所以 习近平就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 灵活运动到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和干涉上 其方法就是对美国基层政权的渗透 和对反共民选官员的定点打击 下面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11月4日 山东的一个交警 在追捕一位骑三轮的大爷的时候 被晾衣杆办了个嘴肯泥 推着网友评论 就这身手 除了抢钱 还能保卫祖国人民吗 两衣杆都笑了 11月4日 一段儿童手持匕首 苦练杀敌本领的视频 在网上传播 网友回复 要不是说中国话 我以为是哈马斯 网友评论 主子的孩子上哈佛大学 群众的孩子上哈马斯大学 最后我们进入本栏目的 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用哪些有才的评论 YH刘评论手机中国环节中 警察暴力维稳的视频说 节目开始的几个视频 就是中国年轻人 不婚不育最强宣传片 全民说 每天都打江山 守江山 Sab Kim Gakoma 评论一孩政策 对一代女儿们的心理创伤说 不愿生育不只是金钱原因 现在社会的厌女倾向 性骚扰事件 频发不作为 女性个人工作机会的不平等 都是不愿生育的原因 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